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潘吉阳主任医师,近南大学部署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 啥是焦虑症?焦虑症分很多种,其中广泛性焦虑障碍占八成 医书上说,广泛性焦虑障碍是以持续的显著的紧张不安 伴有自主神经功能兴奋和过分警觉为特征的一种慢性焦虑障碍 我国焦虑症的患病率约为4%,按14亿人口基数来算 有5600万的患者,其中约有6%的患者终身都活在焦虑症的阴影之下 近90%的患者在35岁前发病,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两倍 过度担心,注意力难以集中,急易激动,愤怒,入睡困难 已进行是焦虑症的常见症状 除此之外,焦虑症还会出现坐立不安 来回走动,肌肉紧张,脸红心跳,尿皮尿急,头晕头痛等症状 焦虑症治疗效果不好,可能会发展成抑郁,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 严重的焦虑症患者甚至会有自杀倾向 焦虑症可以治,不过焦虑症治疗时间长,而且易复发 约有三成的患者停药后一年内复发 伤独是个宝,常看身体好